在網上已經傳遞一張揣測的清單 說這些人會有機會列入現在政府考慮的清單中 我想你不願意去證實是否真的 但那張清單會怎樣制定呢 如果現在已經在傳閱的清單 肯定不是真的 因為這個工作未正式開始 而且這個工作一點也不簡單 因為先要看香港未來經濟發展方面的策略和重點 大家都知道行政長官自己領導有一個經濟發展委員會 所以我們都要看著究竟未來經濟產業有什麼人力訴求 才能夠配合來做 亦都要跟各個業界商討 所以我們在今次沒有具體的建議 我也不相信會是一個很短時間能夠做出來的清單 嗯嗯